大清以官宦子弟,因拍马屁太过被皇帝赐死,死后脑袋被挂菜市口十二年不节气,乾隆继位后才得以入土为安。 这个官宦子弟是谁?他究竟拍了什么马屁,引得雍正皇帝大怒? 今天沐浴君带大家走进清朝,看看这个离奇的故事。 拍马屁是门技术活儿,只要拍得好拍得适当,那做生意或是做官都将如鱼得水。 但这不会拍马屁,或是马屁拍得太过,将会引来祸患。 清朝就有一个男子,因为拍马屁拍得太过,被雍正无情赐死,还将他的脑袋砍下来,挂在一菜市的门口,这一挂就是十二年。 直到雍正皇帝驾崩,乾隆皇帝继位,朝中的一位左都御史上书朝廷,才让此人入土为安。 这人名叫汪景祺,出生于官宦人家,是个官宦子弟。 他的父亲和哥哥呢,都是清朝官员。 汪景祺是家中的最小的儿子,从小因为母亲的溺爱,养成了骄纵狂妄的性格。 但汪景祺又有些才华在身上,所以,汪景祺的父亲一直希望他入朝为官。 汪景祺对做官却没什么兴趣,他吃喝玩乐,每天不务正业,身边狐朋狗有一大堆, 却没有一位真正的好友,这都是汪景祺目中无人造成的。 因为这些原因,汪景祺在仕途上一直没什么成就。 他参加了多届科举考试,但都没考上,直到很多年后才中了一个举人。 中举之后,汪景祺本以为自己能入朝为官了,但之后的十年他都没有任何官职。 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汪景祺太过骄傲,得罪了不少人。 其实他想获得一官半职还是很容易的,只要态度谦卑些,朝中有父亲和哥哥这两座靠山,当个官不是什么难事。 道理都知道,但是汪景祺就是不这么做,一开始他不愿放低姿态。 后来有一天,汪景祺突然醒悟了,他决定凭自己的本事做官,不托父亲和哥哥的后腿。 汪景祺不发功还好,一用功呢,但用功太猛,最终下场凄惨。 汪景祺在52岁开始努力,为了能尽快获得升官的机会,汪景祺好的不学,倒是学会了阿谀奉承,通俗一点,也就是拍马屁。 他通过拍马屁,先是投奔了胡七恒,这人是西安的不争士,经常来往于京城和西北。 正因如此,汪景祺通过胡七恒,接触到了战功赫赫的年大将军。 而后,汪景祺想尽办法四处拍马屁,成为了年庚瑶帐下的一员,准确来说是幕僚。 但汪景祺在军中干的事却不是参谋战事,他每天做的事,通俗来说就是拍马屁。 送扬年庚瑶的功劳,能将年庚瑶哄高兴,可见汪景祺有多会拍马屁。 到后来呢,汪景祺一天不拍人马屁,那就浑身不舒服。 汪景祺是怎么拍年庚瑶马屁的? 他称年庚瑶是一代伟人,历史上的武将都比不上他。 年庚瑶的功绩已经堆成了山,汪景祺为了前途将一辈子的话都夸完了。 年庚瑶虽然厉害,但完全没有他说的那样夸张。 汪景祺对年庚瑶的夸赞已经形成了僭越之罪。 皇帝是九五之尊,一个臣子不可锋芒泰露,否则下场会很惨。 汪景祺这个只会拍马屁的人不明白,就连年庚瑶都不知收敛。 他仗着自己军功赫赫,有皇家器重,整个人便飘了,做事没有分寸,为人十分嚣张。 因为年庚瑶的态度,汪景祺顺势而为将他捧上了天。 年庚瑶是个不错的武将,但他实力太强,后期让雍正很是忌惮。 为了皇权稳固,雍正开始打压年庚瑶。 先是想办法收了他的兵权,都这样了,年庚瑶还是不知收敛。 后来,雍正直接贬了他的官,将其发配到浙江地区。 这下,年庚瑶乖了,但他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,随后呢,雍正处决了他。 年家被抄家时,搜查的人却有意外的发现, 他们找到一本书,作者是汪景祺。 书中的内容是他对年庚瑶的歌颂,之后,这本书被送到了雍正面前。 他看完后很是愤怒,下了道命令,立即捉拿汪景祺,并将其斩首示众。 汪景祺被杀后,他家人的下场也十分凄惨,被发配出去为奴为婢。 汪景祺被斩后,雍正还不解气。 他命人将汪景祺的脑袋挂在一个菜市的门口,而且挂了十二年。 汪景祺死后,没能入土为安。 这就是拍错马屁的危害。 拍不好祸从天来,拍好了升官发财。 不得不说,这拍马屁是要讲究天分的。 乾隆面前的红人和珅就是个拍马屁的高手。 为了拍马屁,他学习诗词,只因乾隆喜好诗词。 为了拍马屁呢,他成为大清第一理财高手。 只因乾隆晚年穷奢极欲,这些才是真正拍马屁的高招。 不是只靠一张嘴,也可以用实际行动。 那拍马屁的由来由是什么呢? 有人将拍马屁称之为溜须拍马。 这溜须就有的说了,起源于北宋,产生在两个大臣之间的故事。 一次,大臣们共进晚餐。 宰相扣准和大臣丁卫同桌。 在喝汤的时候,宰相扣准因为胡子太长,便将胡子撩起来喝汤。 但是呢,还是不小心沾上了汤。 这对文人来说是非常不雅的。 一旁的丁卫好心帮扣准撩起剩下的胡子,让他方便喝汤。 扣准却不领丁卫的情,还认为丁卫这是巴结行为。 紧接着,扣准生气地说, 围观者不走正道,竟想些歪门邪道。 因此,溜须就有了阿谀奉承的意思。 拍马一词源于哪个朝代,出自于元朝。 都知道的是,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。 他们长期生活在草原,以养牛养马为生。 平日里,谁要是养了一匹豪马,出去遛马的时候都会得到很多夸赞。 而且对方还会做一个动作,就是拍拍马的屁股,表示这是匹豪马。 但到后来,逐渐成为小官们巴结贵族的一种行为。 不管贵族们骑的是什么马,他们都会高喊豪马。 所以,后来拍马屁也就成了和溜须一样的意思。 后世将溜须和拍马结合在一起,用来形容那些喜欢阿谀奉承的人。 拍马屁虽然不是一个正面词,但历史上,因拍马屁出名的人还不少。 而且,他们拍的马屁不会让人反感,还会让人觉得出其不意。 北宋时期有个男子,就将拍马屁的功夫用到了极致。 至今听到这个故事,都让人惊呼。 这人就是道教第三十代传承人张继先。 道教传承人很受各代皇帝的重视。 所以,张继先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去见了北宋皇帝徽宗。 当宋徽宗看到还没长大成人的张继先时,便调侃道, 张天是自小住在龙虎山,可曾看到过龙和虎。 张继先面对刁钻的问题却不慌张,他灵机一动,对宋徽宗说, 自小住在山上,老虎是常见的,但今天才有幸一睹皇上的龙颜。 此话一出,宋徽宗笑得何不龙嘴, 这个马屁拍得精妙绝伦。 聪明人拍马屁都是不经意的, 三国时期,还有个人将拍马屁玩明白了, 那就是诸葛孔明的亲侄子诸葛克。 这孩子自小就聪慧过人, 他拍马屁称为传奇,是在十五岁那年。 诸葛克的父亲带着他去东吴宫中做客。 孙权看到诸葛克后,心中很是欢喜, 因为从小听说过这孩子的才名,便想着斗一斗。 于是孙权问诸葛克, 你这小孩觉得你父亲和叔叔诸葛亮谁的智慧更胜一筹。 诸葛克答案秒出, 他对孙权说,那当然是我父亲了。 面对这个回答,孙权疑惑了。 一般人都会说诸葛亮更聪明, 到诸葛克这儿,怎么答案就不一样了。 孙权疑惑不已,便追问诸葛克, 为什么觉得使自己父亲更聪明? 诸葛克也是答案秒出, 他说因为我父亲选对了人, 做了东吴的臣子。 孙权听完,心里乐开了花, 这哪是夸自己父亲, 分明就是在拍孙权的马屁。 诸葛克高明就高明在, 这个马屁拍得让人舒服, 而且是一气呵成的, 效果瞬间拉满。 因为这个马屁, 诸葛克受用一生, 他长大后做了大将军, 孙权对其非常看重, 所以马屁拍得好, 是很大的助攻。 汪景熙最终结局凄惨, 是因为他拍马屁的对象没找好, 如果换个人, 也许不会那么倒霉。